一四年他住院的时候 我回家给他找东西 就看见这个房产证 随意打开 我才发现 上面是他父亲和母亲的名字 他是该户居住人 不是像父亲所说的 已经扮在他的名下了 对 财产就没有他的份 为什么公公说的和做的 完全是两样 袁女士想不明白 然而让他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一年之后 他竟突然发现了一份 公公写于十年前的遗嘱 当时我费得欺诈 十年过去以后 你发现了公公的遗嘱 对 没有任何人告诉我 我看见遗嘱的内容 我真是几委屈又上线 我感觉是天大的一个骗局 写了什么 显坤是 是吗 汪先生 我念一下啊 房子按总房款 五万四千七百九十六元 处理给汪先生 他是无房户 当时购房 他积极筹款 解决了购房资金不足的问题 房子处理给汪先生后 要保证你母亲有房住 不得迁出 否则无效 本着有利家庭团结和睦 避免纠纷的原则 从总房款 五万四千七百九十六元中 扣掉 汪先生的两万元 再给出两万元 四个儿女均分支 每人五千元 余下一万四千七百元 留作你母养老金 就是你得房 你要拿出两万块钱来 分给其他的兄弟姐妹 然后母亲的养老 这笔钱应该是 归你负责 是不是 对 你是这么理解的吗 是 那你说你当时受不了 是受不了的哪一点 父亲说了一些东西 于事实不符 第一个不对 总房价不对 优惠了一万八千多块钱 总房价是三万八千多 加上他优惠的 这个一万八千多 公共没有扣除到这一部分 对 第二点 我觉得不公平 他们对家就没有多少贡献 你是说他们不应该得这笔钱 或者说没有资格得这笔钱 没有资格得这笔钱 从房产证的情况看 从遗嘱的情况看 都不足以以法律程序 认为这个房子属于我孩子他爸的 我就催他 我说你赶快就把这个房产手续 完全属于你的财产的完整手续 给我拉回来 他一直不配合 他不知道房产证上是谁的名字 直到他偶然间发现 先问一下 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母亲去世以后 房产证拿到我的手上 我才知道 你一直没告诉他这个事情 没有 像这个与他没有多大关系吧 到15年他无意间发现了 十年前父亲留下的遗嘱 这个事也是故意不告诉他的吗 是 理由 还是不让他知道这些事吧 没必要 你心里认为房子怎么处理也好 钱怎么分也好 都是你的事情 这是我的事 你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 他不属于家家庭人员吧 就是没有法律上的家庭人员 请你以人性和当务上 汪先生说得很直接 不是汪家的人就别管汪家的事 我们是02年离婚的 02年你们就办了离婚 可是原女士是一万个不服 因为两人离婚没到一年 汪先生就来求和了 而他也答应了 所以这16年来 他们是离婚不离家 而他更是一直以一个妻子和儿媳妇的身份 履行着家庭的义务 如今汪先生的依据与他无关 让他感觉自己就是被骗了16年 他不告诉我遗嘱 瞒着房产证 我还很善良地 为了孩子 为了老人 我主动承担父亲和母亲的伤障和康护 你把自己当作他的妻子这个身份 在处理这些问题 对呀 他们从来没有拒绝 跟我没关系 为什么你父母亲过失这么大的费用 为什么要让我承担 要让我们两家人参与 扶持你们 帮助你们 父母去世的费用没让你承担 那你父母的身后事事 他有去处理吗 他去参与呢 那他是什么呢 他以什么身份去呢 我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我龙不明白 你就不是男人 你就不是人 你说不出来人话